学佛的同学 你们要想在一身成就 佛的这一句话要牢牢记住 要常常放在经里 放在心上 为什么呢 时时刻刻提起观照 凡所有向皆是虚望 一切由违法如梦幻无道 真的佛来了 我们礼尽 称赞 供养 而不叛远 为什么呢 保持心地的清静 佛就来了 那我们现前佛为什么不来呢 跟主说 佛不来啊 是大慈大悲 来了怎么样呢 你受不了啊 你感情激动啊 你那个清静心没有了 失掉了 你修得了一点 拨这个智慧也失掉了 所以你要问 什么时候你会见佛 我在这里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什么时候 佛菩萨来了 你不动心 进入不进 这个时候 佛菩萨就来了 为什么 他来对你只有好处 不会障碍 所以 佛菩萨来 是慈悲 不来 也是慈悲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修道的人 觉悟的人 跟迷惑的众生 差别 一个心清静 一个心 杂然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感情 这个里面的道理 多能不懂啊 我离开祖国 36年 跟着我家人 联系上 那个时候 我在香港 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 我的母亲 到香港来看 她是 从上海 到关注 当时 佛亲的会长 云文东居士 带我 到香港去 迎接的 接到香港来的时候 我正在 我在讲台上 我们进来了 招呼她 请她 一边 坐下来 听听 经讲完之后 我招呼她 非常难得 没有激动 不是想 哎呀 几十年没有见面 也见面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那就完了 所以我非常 佩服 她能够镇定 没有激动 跟平常 天天见面 一样 这个是我印象 不到的 我不激动 她也能 不激动 当时 这个听经大众 看到了之后 也很佩服 这什么 这可以见面 如果见面的时候 诸位想想 痛哭流涕 在那里 诉说 这么多年的别历 相思 那我们 这个佛 学这个佛 学这么多年 一下就退转过来了 退到 没有学佛的 这个地步 这几十年佛 不就白学了吗 那么从这个之后 她来看我 或者是我到上海 去看她 都没有意思 好几个 我不劝她 吃素 她回到上海去之后 发现吃肠素 她看到我吃素 很好啊 身体健康啊 我们不用 严实来劝 我们用四十来表现 念佛 这是我劝她 她说 这么多年来 常常想我 我就告诉她 不要想我 想我 没有好处 想佛 你天天想阿弥陀佛 我也想阿弥陀佛 将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到了极乐世界 我们母子还在一起 这都殊胜了 我跟她讲 她真懂了 所以回去之后 念佛就不间断了 送她一串念头 实在讲 这个也是她过去 有善根 能在这种场合 听我讲经 触动她的善根 她能够把感情 辅助 好像在香港 住了一个多星期 从来没有 集中过 也没了 给她 给她 帮她 拾她 混天 拾她 是 我 能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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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